光复乡泰巴朗国小堪称是棒球国手培育摇篮 为了传承棒球运动精神也凝聚力量 出身泰巴朗棒球部落的现任富邦汉将教练郑兆徐 他领头开办第一届泰巴朗国小欧比棒球比赛 除了棒球队的校友、校丽举棒 甚至于是旅外的球员都热烈回响 原本预计40位名额 结果返乡参加的棒球国手暴增到80多位 共同来传承棒球运动精神 简单的开球于事后第一局 红队阵源自救率先红出了三分炮的拳雷打来下马威 白队也不是省油的灯 滴水不漏的防守让比赛过程是棒棒精彩 这是元月2号在光复乡泰巴朗国小登场的OP棒球比赛 光复乡泰巴朗国小堪称是台湾棒球国手裴育摇篮 为了传承棒球运动精神 并且凝聚力量出身台湾部落的现任富邦汉将教练 郑造行领头利用元旦三天的假期结合部落与学校 开办第一届泰巴朗国小OP棒球比赛 我们这边也有一些退役的选手 使得人数暴增到了80多位共同传承棒球运动 的精神 今年有举办这个泰巴朗OP队 其实心里面感受非常深刻 从来没有想过说国小毕业以后还会聚在一起 知道说以前教过我们的老师教练都回来 所以大家那种期待感会更大 所以大家就是今天 没想到大家都出现 这场OP棒球比赛 郑造行登高一呼 出身部落的不论是职棒一军二军或者旅外球员 也都纷纷到场参加力挺 令郑造行十分感动 大家团结在一起 共同传承泰巴朗棒球运动的精神 泰巴朗全力好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